好 观众朋友我们先来看一看 今天都3月31号 是3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可是玉山还下雪 在平地气温都逐渐的回升 但是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从深夜到今天的清晨 还有间歇性的降雪 观众朋友您现在所看到的这张照片 就是玉山气象战 在今天0点15分开始降雪 直到早上8点40分结束 当时有拍照片 那么一共这个雪累积降雪7公分 加上3月27号到3月28号的降雪 没有融化的部分 玉山的北风气象战附近 它的积雪深达12公分以上 和环山在早上7点50分 也有飘雪5分钟 创下这几年来从冬季 延续到3月降雪最晚的记录 好 那么继续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的晚报头版头条 那么谈到的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 所讨论的话题 就是邵燕玲闪辞改题汤德宗 大法官惹来的争议 总统府在今天呢 发言人也七度坦言 整个过程不够周密 而召集人萧万长 也绝口不提这整个争议的部分 那么在今天一大早 他有还原时间啊 说因为引起了争议 媒体披露 马总统表示了关切 早上8点多 就跟萧万长以及幕僚紧急开会 9点到10点之间跟邵燕玲电话联络 结果邵请辞另外再提汤德宗 11点就接见四位大法官的提名人选 好 整个过程看起来 好像是很快速的有效的处理 但是是不是也曝露出了一些缺失跟问题 沈大佬你来谈谈你的意见 你看从这个晚报 就说邵燕玲不是主动请辞的 他是被动的嘛 他是被告知被总统告知 所以他就觉得说好吧 你既然不要我我就辞了 所以这个是有差的 但是这个绝口不提整个 不周密的这个部分 易鸿 我跟你讲 这就是他当初认为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找人家来认为他的判决 并不违法并没有错误嘛 他们判决法律审 他认为他的判决是合乎法律的 但是后来人家认为他说 你这样子去到立法院 不会过的啦 会引起很大的纠纷 那邵燕玲也是当初他为什么不说 我换入这个事 他就认为他无所谓啊 慧文 是因为命感度不够啦 命感度不够啦 请人就是摇头 没有 自由时报太早出手了 如果是我 我一定等他提名了 我再可以